我常对我弟兄姐妹说 教会就好像医院 充满着病人 所以每个信徒多多少少都有软弱的体质 那肢体之间也很容易彼此误解 与产生一些纷争 那这也是因为我们是仇敌撒旦攻击的对象 所以我们属主属教会之人 当谨慎不给魔鬼留地步 尤其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与相处当中 我们当彼此相爱与彼此尊敬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之心 但是倘若我们与肢体发生了一些摩擦 我们必定要谨慎处理这摩擦 不要让这成为一个阻挡我们生命成长 以及阻挡教会前进的因素 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所以在摩擦与纷争的事情上 我们必定要按着主教导我们的来处理 倘若你处理了何意 必定蒙受主的称许也在众人面前无可指摘 让我们来读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教导 我们翻开马太福音18章第15节 我们主耶稣亲口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程序和细节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 是只能用在一个传讲正确福音真理的教会的背景 因为这样一来 整个教会是在这个真理和圣灵的运行之下正常的运作的 那倘若教会的教导不正确 那神的公义也无法借着教会彰显出来 那接下来 这段经文讲到有些个人的情况之下 就好比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你 换句话说 从你的角度来说 这弟兄向你犯了错 造成了你心里的冤屈也实际上受到了一些亏损 那你首先当一个人去找他 向他指出他的错 但在这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 为何要一个人去找他 因为在你定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 你要面对当事者 你不能听闻别人所说的 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肢体之间有许多的误解 是透过第三者的传话造成的 这个不健康 那另外你找他的理由 也是因为你愿意听他的解释 愿意客观地看整件的事情 那这才是一个公正与尊敬人的做法 所以圣经说 若得罪你的弟兄被你说服而认错了 那你得着了你的弟兄 那么如果他听了你告诉他的过错 那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你也一律地认为他有错 那心里人有冤屈 那圣经说 你必定要带着一两个人同去找他 那在这里圣经教我们带一两个人同去 有几个重要的意义 首先你要带去的人是一个属灵长者 他必定在属灵方面比你成熟 灵命比你深厚 才能客观地看整件事情 另外你带去的人是不能与你同唱一个调的 因为你将人带去的理由不是要证明你是对 而与他一同给这位弟兄施加压力 那相反的你把属灵的长者带去的时候 是要让他判明这件事 那也许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得太主观了 或者你太小题大做了 那如果真是这样 你必须要接受 那这才是一个要寻求主美意来处事的心态 但是倘若你带去的长者也判明了 那这弟兄的确向你犯了错 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他也不悔改 那就当告诉教会了 那这意思就是说 教会在这件事情上要定出某些的立场 也从中警戒弟兄姐妹们不要犯一样的错误 那最后到了这地步 那犯错的弟兄若人就不悔改 也不听劝 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 那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把他赶出教会 乃是从此以后 把这弟兄当作他没有重生的 或者他是不愿意听从圣灵之人 因此不需要再跟他多说 也不需要理会他 直到他真实的悔改 所以众人对他有这样的心 就是一种谴责 也可以说是一种刑罚了 那弟兄姐妹 我在考究这段经文的时候 说你受的惊议就是如此了 我想我们都是有过错的人 也活在一个犯罪的世界 教会里也有许多不完美之处 但我们的主却是公义慈爱的上帝 祂是教会的头 也正在带领祂的教会 倘若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 能够尊祂而行 必定得着祂的称许 也请您带领祂的教会